那现在您看到的这个大浦中二号导弹是否是经过改良的呢 它的特性是如何的 如果说改良呢 一个就是从这个射程上面改良 最关键的是它的精确度和这个反干扰度的改良 这个就从外形上看不大出来了 我们看见这个中国的共产党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在旁边呢也是密切的注视着这个导弹 因为中国的立场呢是朝鲜半岛无核化 就是不希望朝鲜半岛南北朝鲜都拥有核武器 这个立场呢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从中朝两国现在的这个密切程度看来 它这次阅兵我们看不到有其他国家的这个高级领导人在场 就检视中朝两国两党两军这个密切关系 是取得了一定的妥协的 中国北京方面是承认它这个接班 但是希望在接班的过程当中要和缓的进行 要这个非武力的进行 要这个对东北亚局势维稳的这个进行 这是中国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立场 我们从这个整个阅兵看来 北朝鲜当然是它说我也要文我也要和平 但是我和平必须是掌握的有威慑武力的和平 我不能在别人刺刀下面 取得一个比较屈辱的和平 这是北朝鲜的一个基本立场 中朝之间的基本立场是有这个分歧 但是也有这个磨合的程度 我们从整个的这个阅兵形势来看 中国方面是向全世界宣告 对北朝鲜的接班还是有支持的 是一个有力的支持的 我们知道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 朝鲜新型的大波动导弹压轴登场 现在对于韩国和美国来说 他们最为担心也是最为关注的 就是朝鲜每次在权力交接的重大时刻 都会有一些重大事件发生 被韩美以及西方人士称作所谓的挑衅 比如说金日成交办给金正日的时候 就发生了韩国客机爆炸的这样一个事件 那这现在权力交接的时刻 他们也非常担心朝鲜是否会 有挑衅的行为产生 马先生您的一个判断 当才在朝鲜军方高层的讲话当中 提到了天安建事件 但是并不是很对抗性 很挑衅性的说这些事件 而是想把这个事件抹过去 走过去 就是说明在交接班的期间 北朝鲜高层是不希望 同时应付两个大的矛盾 一个就是金正恩能不能顺利的接班 其实金正恩懂不懂军事不是最大的关键 内行是全世界这个政治家的一个通力 金正恩不懂军事不要紧 他要和懂军事的老将老帅们和谐的共处 要向他们发布一个信息 就是父传子子传孙当中 不会损害任何军方的利益 这个就稳住了军心了 所以这一次65周年的朝鲜劳动党的建党 进行这么大的一次阅兵 就说明他要极力调和朝鲜劳动党 和朝鲜人民军之间的关系 虽然是先军政治 但是党指挥将这一条可能还是不会改变 所以整个阅兵形势我们看 他是要进行一个交接班 是和缓的进行 要和平的进行 对外会不会像以前这个金日成 把班交给金正恩的时候 会有一些这个暴力事件发生呢 我想请党方面也不想这样做 因为整个和谐不但是东北亚 而且是全球的一个这个大家的一个共识 一个共识 特别是中国在这个朝鲜 这么重要的一个支持 肯定他要得到一个许诺 就是你交接班 不要进行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挑战 我们刚才看到一个是这个雷达的天线 也是比较先进的雷达天线 是不是就是指导这个大普通二号的这个雷达天线呢 有可能 因为这也说明这个朝鲜人民军除了这个人多 除了这个打特种战争